各位企业店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象棋场景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下这盘街头残局 名字叫做双龙戏珠 这盘残局非常经典 此局红方有双局兵 挑战黑方的双局组 双方势均力敌 红方仅比黑方多了四项权而已 那么以上收看这个局面 红方虽有双局 但是双局错开 压根没有力度 而且有一个局 没来得及过河 被黑方的霸王局挡住了去路 很多企业一上来 都会认为此局红方取胜无望 因为一开局 就算红方跟黑方的局约队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果想形成霸王局 肯定是行不通的 你平局照头将 黑方就挡局 感觉红方不管这个局平到哪里都好 黑方呢 都有双局的一个牵制 红方的双局 压根没有联动的可能 怎么看 顶多都是一盘和棋 而且呢 你现在随便平局的话 也好意义 黑方刚好借江助攻 直接砍射带江 红方一上算 这里黑方呢 就可以创造双局错 来叫三 红方呢 这手 退局回防 也为十一万 黑方退局一将 红方一下算 直接呢 消灭掉红方的局 红方局一丢 铁定要败 那这么一看 难道红方呢 就只能谋求和棋吗 其实不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次局 红方的一个妙手 首先第一步棋非常关键 红方要直接把局平到 六路的内线 进关起边 先看黑方这边如何应对 黑方这里呢 可以来挡局 或者并不挡局 两种选择 如果不挡局 照样选择平局过来的话 红方这里就是 双局错的杀棋 如果呢 直接平局到中路呢 也没用 一旦平局到中路 根本没有后续的手段 反倒红方一平局过来 形成了霸王局 黑方现在 就没有挡局的机会了 这时候呢 黑方会发现 不管现在是平局走线也好 平价走线也罢 红方呢 巧妙把局先倒腾下去 待会一把局 就有双局错的杀棋 那一方呢 这时候就十分无奈 如果这时候呢 黑方继续平降走线 或平局走线都好 红方只要把局一把 这里呢 双局错绝杀 易如防战 尽管黑方可以平局过来 准备呢 挡住红方的一个局面 倒是呢 也毫无力度 红方虚黄一枪 回头望月 逼一方平老将之后 巧妙呢 居战花心 先步近底局 照样是绝杀的机会 而一方这时候呢 虽然可以选择平局过来 防守 但是呢 压根揽不住 红方平局滑江 逼一方平老将 近底局 一步成杀 必败 所以呢 这也验证了 一开局 红方平局过来的时候 黑方不管如何 都不可能让红方形成霸王局了 那这里黑方到底应该挡哪个局呢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黑方挡最远的这个局怎么样 那红方这时候 又该怎么抉择 红方这里呢 也有妙手 这里呢 直接平局 跟黑方的局约队 看黑方组合走位 黑方现在呢 就十分无奈 这里呢 如果黑方 进局吃红局 红方呢 就退局吃黑方的过河局 先步呢 一旦平局吃主 黑方足一丢 利用居兵杀其 可以说是一如反战 那一方这时候呢 迫不得已 也只能拱足过河了 但一拱足 好像呢 双方这么一队 顶多也是一盘和气啊 但红方这边 自有妙招 这里红方呢 可以平局将 别一方平将 再次聚将 现在一方有降五平四 或降五平六 这两步起 但是呢 黑方如果降五平六 红方呢 一飞向 下一步呢 直接平局一将 就是绝杀 黑方呢 迫不得已 只能平局过来守内线 那红方呢 就可以顺利 破掉黑方的过河阻 足以丢臂吧 那如果一方这一边呢 选择降五平六呢 道理也一样 红方呢 这手 就直接选择一个拱兵吃主 的一个妙手 黑方现在呢 如果被红方的兵过河 肯定要败 所以迫不得已 只能平局吃兵 但红方一飞向 刚好挡住了黑局 下一步平局将 直接杀齐 你现在呢 退局回房也没用 我进局点将 黑方上将 退局将 就可以抽吃黑方的局 局丢必败 那这样一看 好像红方这一边 选择平局过来的时候 想跟黑方的局约队 黑方是不能进局 吃掉红方高局的 那如果退局吃红局呢 怎么样呢 也好意义 因为红方呢 吃掉黑局 下一步 又可以平局吃主了 而一旦这么走 黑方呢 就十分被动 现在黑方迫不得已 你又不能拱足过河 只能平局到边路来反手 当你一平局 红方这手 就兆头一将 黑方呢 如果挡局 我就平局吃主 你只能平老将 我再次居家 逼着一番老将走位 现在一番有降我平四 或降我平六 这两步棋 如果降我平六 红方呢 还是选择飞向 先步 照样是白脸江沙的一个机会 现在轮到黑方走位 黑方就十分无奈 这时候呢 黑方呢 首先来讲 局者的安兵不动 如果抬高局的话 我白脸江沙 那老将也被困住呀 不能动 一上将 又是白脸江沙 所以迫不得已 也只能拱足过河了 但一拱足 我这一边呢 就拱兵吃足 这么走 黑方即是当局 又不能吃红方的高兵 一旦这么走 白脸江沙必败 但如果不这么走 红方兵一过河 黑方呢 还是反不胜方 所以呢 此局呢 一开局 当红方平局过来的时候 黑方是不敢吃红局的 现在呢 双局 黑方只能按兵不动 而且呢 又反着红方形成霸王局 那拱足过河也没用 如果一方这里呢 直接拱足过河 那红方这时候 只要选择一个 平局吃足就行了 黑方足一丢 直接闪了架 所以呢 拱足呢 也好异 这些黑方呢 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现在一范围的出路 也只能平老将 大一瓶将 也没用 红方这一边呢 看似 也没有进攻的一个余地 如果现在呢 红方用局吃局 不管吃哪个局都好 如果呢 退局吃高局 黑方呢 就平局吃局 双方这么一对 红方呢 也没有胜算 如果呢 进局吃局呢 也一样 黑方呢 就平局吃局 红方呢 一旦无法消灭掉 黑方的过河足 压根呢 赢不了 所以呢 在这种局面下 黑方平老将 好像红方呢 也没有威胁呀 这里红方要走一步 非常关键的棋 就是退离局 这步退局呢 可以说是恰大好处 为什么赶这么走呢 黑方即便吸取了 刚才的教训 是不敢吃红局的 如果你退局吃局 我又可以进局吃局 打掉黑方的过河足 不安的话 你平局到边路来防守 我又可以呢 通过中路的局点 这样的一个机会 创造白领江沙 引你黑方的局 铁定要败 那一方呢 进底局吃局 道理也一样 红方这手呢 就直接选择一个 退局吃高局了 双方这么一对 黑方呢 足一丢 还是在简单逃 所以红方呢 退底局的时候 黑方线呢 迫不得已 双局不能动 也只能动老将 那现在如果 评价到思路的话 红方呢 又可以退局吃高局 你先会发现 你局呢 又不能离开内线 只能进底局吃红局 那我只要消灭 对黑方的主 黑方呢 肯定要败 那一方破为无奈 现在呢 只能选择降有平六了 但降有平六也没用 红方呢 就照头一将 黑方这时候会发现 如果照样挡局的话 红方呢 又是退局吃高局 黑方呢 过河局一丢 足一丢 必败为一 所以还是不能挡局 只能拼老将 但一旦这么走 红方这边 刚好就可以呢 走成霸王局来围剿 黑方呢 现在就十分无奈 因为黑方的双局 压根没有联动的杀起 你这一边呢 如果选择拼老将 想通过抗尸造杀 但是呢 压根来不及 红方居将 黑方上将 扎子居将 逼你上老将 这时候呢 红方只要一撑尸 就可以高枕无忧 下一步棋 掏底一将 就可以呢 来照将抽杀了 而一方现在 所有双局 却不敢跟红方的聚约队 你现在洞将也豪意 这里呢 平局走弦棋也好 洞将走弦棋也罢 红方呢 平局点两将 别一方呢 平老将之后 直接平局站中 下一步海底捞月 这一步杀棋 黑方呢 彻底守不住 必败无疑 所以呢 我们回到一开局的旁边 当红方平局过来的时候 黑方平最远这个局来挡局 压根行不通 那只能呢 平二路的局来防守了 那一旦这么走 红方又开始了抉择 红方这一边呢 照样过去从事 平局过来 跟黑方的局约队 吸取了刚才的教训 如果一方这手呢 进去吃红局的话 我就退去吃高局 始终呢 可以灭掉黑方的过河足 你这手呢 迫不得已 只能拱足过河 但拱足过河也没有意义 我照头一将 黑方平将 再次居将 BA方呢 平老将之后 不管你是叫我平时 还是双平六 你叫我平时 我拱冰吃足 黑方呢 只能平局吃冰 一撑像 下一步把两将杀 一组防战 你又不能退去回房 我叠两将 又可以抽吃黑区 必办 你这一边呢 如果呢 选择叫我平六呢 红方呢 也是飞向 但是呢 现在呢 红方 直接 选择拱冰 吃掉黑方的足 黑方呢 一平局吃冰 我就没有刚才这一套了 因为现在飞向的话 我就没有白脸将杀的机会 黑方刚好可以退去回房 但红方这一边呢 却不会这么走 黑方呢 一旦平老将 红方呢 就先撑个像 这样一来呢 又挡住了黑区 黑方一平局吃相 我白脸将杀 你只能平局回房 我就可以呢 顺手 破掉黑方的边路足 足以丢臂吧 所以相当于一开局 红方呢 形成双军约队的局面下 黑方这里是不能呢 跟红方 约队居的 那下一方呢 又当如何抉择呢 黑方呢 要么平老将 或者平局首类线 两步棋 如果一方平局首类线 红方呢 又当如何抉择 好像这一步棋 红方呢 现在一百边路区 就可以形成霸王区了 但其实呢 恰恰是一方 给红方射击了一个陷阱 一旦先走成霸王区 反倒要输 黑方卡式代价 红方只能上帅 这里黑方呢 就直接选择一个 平局 砍掉红方的事 下一步进底局一将 直接呢 双军绝杀 而红方线呢 虽有双军 却不是双军错 压根呢 没有连将的杀起可言 你照头一将 黑方平老将 你平局将 黑方继续平将 希望你可以呢 居占花心 或者呢 顶将的话 仗局类线 守住底边的下线 想构成双军错的杀起 却比黑方慢一拍 黑方他进局将 红方必败 所以刚才红方这边 眼看黑方平局到内线的时候 这里呢 到底该如何绝针呢 面对黑方 这边呢 接将助攻杀起 红方应该把局摆过来 下一步随时有双军错 这一来局面就有所不同 黑方现在呢 迫不得已 这时候呢 进局砍事呢 也来不及 只能继续平局 来挡住红局 一旦这么走 把黑方的局引离开来之后 乍者形成半弯局 为时不晚 黑方现在继续平局到内线的话 也毫无意义 因为红方一称势 就可以高枕无忧 现在霸王局已经形成 利用双军错来杀起 可以说是一组方长 黑方呢 肯定要败 所以方这一边呢 如果一旦这么走 也要输起 那红方白局过来 黑方唯一得出路 也整得平老将 这步棋也是黑方最完整的走法 那红方现在呢 又不能跟黑方的局约队 又该怎么走呢 红方还是刚才那一套 直接退局就行了 看黑方走位 蝎一方即便双局又不能动 防止红方形成半弯局 那这里呢 黑方呢 我也有办法 拱竹呢 也不行 只能动这样走先起 这里有降好平式 或降好平六 这两步棋 如果降好平式 刚好呢 把黑方的局给拉住了 我退局吃高局 毕竟呢 你退局吃底局之后 平局吃边阻 黑方主意丢 比拔 那黑方呢 破坏无奈 也只能降好平六 一平降过来 其名还不声明了 现在红方呢 这时候 就可以重过 重类线来作杀 一照头将 黑方呢 又会如何抉择 下一方呢 那到底该挡哪个局呢 如果呢 这时候 黑方挡的是一个 六路局的话 红方呢 又可以退局吃高局了 黑方破为无奈 只能进局吃局 我消灭掉黑方的主 再减难逃 所以黑方呢 这里 唯一的办法 也只能继续 把这个局 给倒腾过来 倒是呢 下一步非常明显 黑方还是有接将助攻 抗士将 叫杀的机会 但是呢 相当于又回到 一开局的盘面 红方这里 只要平一步局就行了 下一步 有双局错的杀棋 黑方现在迫不得已 也只能呢 选择平局来防守 因为现在双局 压根没有连杀的机会 这里呢 一旦平局防守 红方呢 就可以形成霸王局 一旦形成了霸王局 黑方呢 天定要败 那这一盘棋局 虽然说是一盘 红方的一个必胜局 当时呢 双局的一个巧妙变化 十分关键 希望各位球 有所借鉴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 rodent